請各位把這個畫面另外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我們就開始錄製 就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錄製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 至於那個錄製的名稱的話也許叫做爬蟲好了 也許我們就是把這個東西錄一個爬蟲 然後按確定之後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按確定 第一步的話就是資料裡面的從文字 CSV 第二步的話就把剛剛那個網址 從這邊複製 貼過來然後按確定 按開啟然後開啟之後的話呢 設定它的編碼方式大概在比較中間的位置 UTF8在這裡 其他都不變 另外的話看要不要直接載入好了 或者是說你如果有一個固定的位置你就載入字了 我們剛才因為現在已經在A1所以直接載入就可以了 好那這樣的話基本上我們就完成 就把它直接呢 關閉那個什麼呢 關閉就可以停止錄製了 所以開發人員這邊的話直接停止錄製 OK 那我們就大致上完成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連線 他這邊有一些連線 也就是說他會針對你剛剛下載他會建一個那個連線 然後 所以呢 如果假設呢 我們要拿這個資料來利用 但後面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那我們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已經錄製的結果 這邊就有個爬蟲 你把它按編輯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程式就在這邊 基本上 他大概做幾件事情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這邊的話呢 程式部分上面的那個註解 我會先把它拿掉 那你會發現 他其實就是做了這些動作 包含哪一些 可是比較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這個 其實我們剛剛的那個網址 看起來是不是跟這個是 一樣的名稱 應該是 哪一個是 這一段吧 你可以看到 他的下載的網址應該是 這一個吧 應該是這個 它是 Download 問號 然後後面的話有ID 大概就是後面這一段 那如果說將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程式重新執行 底下也許你看不懂沒有關係啦 反正他很多東西 很多參數 當然最好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再追根就底 了解一下裡面到底 程式有哪些地方可以更動的 那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程式裡面 其實主要可以更動的 大致上就是 應該是WebContent 這個後面的網址 其實將來如果換一個 他應該會抓 別的 這個資料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這個 Destination 這邊有沒有 他的那個什麼 放哪裡 預設是用 放在A1 當然你將來 也可以換一個地方放 那至於其他這些啦 這個可能就是再看看有沒有需要 如果不需要有些 參數其實可以把它拿掉 好 我們完成之後的話 如果將來我希望重新再去下載 那這個地方 你可以在這個 爬蟲的上方 再加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什麼程式呢 先把舊資料刪掉 再重新下載 不然的話如果 你再執行一次 恐怕他又把 舊的資料又往下 會有一些 重複性的資料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怎樣 在這邊先打一行程式 剛剛講過 刪除舊資料 就Sales 點什麼 點clear OK 那這一行程式的話意思是說 我要下載新的資料之前 先幫我怎麼樣 把舊資料刪掉 所以我run一下 像剛剛那個 錄完之後的結果 我其實只有增加這一行 然後呢把舊資料刪掉 再去做下載 那你會發現 他這邊會有一些 錯誤發生 比如說第一個 你把它執行之後 他這個名稱 他這個名稱部分 他重複了 所以將來這個名稱 要做一些修改 所以也許請各位先 把那個程式先錄製下來好了 並且 稍微看一下裡面的程式 待會我們再來看 哪邊地方可以讓他修改 那將來再run 我們就不需要重新再做一樣的事情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說每一次都重複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把 這個動作錄下來之後的話 第一個增加什麼 增加這一行 就是把舊資料刪除 Sales.clear Clear的話就是把這個都清掉 那另外的話你會發現 他其實有兩段 你會發現第一個 Active World Book World Book就是工作部 指的就是說Excel的檔案 然後他這邊有什麼 Queries Add Name 那其實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我剛剛試了一下我發現 其實這個增加一個名稱的話 麻煩就是將來這個 名稱會不斷重複 然後也沒辦法run 所以我建議你直接 把這一段程式刪掉 OK這個是多餘的 從哪裡 記得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從第一個Active Book 一直到下一個Active Book 這個地方的程式刪掉 如果當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把它註解 註解的話就是 使程式變為註解 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發現這個應該是多餘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把它刪除 OK 那就是 這一行是刪除舊資料 那再來底下的話就是把 我們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錄下來的那個 就是程式再run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把它直接run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這是中斷點好了 你會發現 執行一下 它會先把舊資料刪掉 然後底下的話呢 讓它run 它就會重新再把資料再抓下來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什麼 我們要 產生 這個新資料的這個目的 這個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當然 你可以做統計分析 什麼分析呢 到底那個 就是桃園的那個 這個住宅切刀案件 相較於台北市 不過看起來台北市好像3000 多筆吧 我記得吧 可是你不要 砍錯向下 你會發現 好像桃園就 少很多 800多筆而已 而且它這個很奇怪 它87年的 87年一筆而已 難道只有 87年 只有一個 切案嗎 哇那桃園治案是超好的 OK 不過看起來 沒有 那所以呢 假設啦 我覺得底下這個資料假設不要 我覺得應該從104年 到110年好了 OK 它底下這個有點是 每一年太少了 這個其實 統計出來沒什麼意義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怎麼做呢 再來就是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的範圍 我跟他講一下 我們按照什麼呢 這個一直復原一直跳出來 那我們可以按照 一耳 哪一年 然後呢 它的值 所以一耳 指的是哪一年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把這個 做一個數量的統計 不過它預設因為這裡面一耳是放 數字嘛 所以呢你拉下來它會變成加總 那你可以改一下 把這個值欄位設定 改成 技術 計算它裡面有幾個 OK按確定 好記得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如果你沒改的話它變這麼多 技術的話就算幾個啦 OK 按個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數量馬上就呈現出來了 104年大概就是 切大按鍵大概169筆 然後105年少了一點 106年又多一點 106年又更多 為什麼這三年好像歷年比較多 然後108 好像會降下來了 109 去年變少 今年好像更少 剩10筆 不過它資料好像到6月份吧 成一半 不過一半的話呢 10筆 顯然也是非常好 因為如果 半年10筆 那一年的話 平均那當然就變成20個切大按鍵 那所以 看起來好像顯然是蠻好的 那另外的話 你如果看數字其實也還算清楚啦 只是說看數字還是沒有看圖來的直覺 所以如果將來你希望把這個圖變成 有沒有 變成那個 一個圖的話 那用哪一個圖會比較適合呢 最好是這邊畫個圖啦 可是呢如果你想要呈現出來 讓人家一眼就可以知道說 什麼時間 的數量是多少的話 那時間跟數量如果可以搭配 那當然呢我們可以用樞紐分析圖裡面哪一種圖會是最恰當的 有沒有 直條圖嗎 直條圖其實也可以呈現啦 高高低低的 不過感覺起來 好像就是沒有時間的概念 因為他只有數量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喔 如果我們用 圓形圖呢 好像只有比例上面 可是我每一年比例 我好像不想要強調 我主要是強調時間 所以如果你要強調時間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折線圖有沒有 有點像那個股票 高高低低的 然後增加時間 另外如果因為折線圖 他預設的折線圖 他有個缺點 就是那個節點不清楚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 會改成呢 含有資料標記 就是說這上面呢有個有沒有 這個正方形的節點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並且把它稍微拉大一點點 就是有那個 節點的那個 折線圖 馬上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底下的話就是他的 時間嘛 上面就是 他的 數量 在這邊 那當然你可以從這邊 這一條圖 這一條線 或者甚至將來還可以做一些 所謂的回歸分析 什麼叫回歸分析 就是他是越來越好呢 還是越來越差 有沒有 看起來應該是越來越好的樣子 有沒有 所以其實那個 所以人家問說 以那個 開放資料的 看起來 到底桃園的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看起來好像是 越來越好的趨勢 的樣子 但是 是不是 這樣的 當然每個人的 感覺是比較主觀的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治安好像變好 那 這個部分 那如果以客觀資料來看 好像似乎是這樣子 有那個趨勢 那只是說 為什麼105到107 他是往上的 可是突然間108 他就突然往下 哎 有沒有 這個原因何在呢 什麼時候選舉 是不是108你嗎 100 100 不知道 那前面是誰做的後面誰做的 不知道 反正就是說 是不同的市長做 他的治安會不會不一樣 可能還是有點 關係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也許你們可以再去分析一下 按照那個實際上看到的結果大概是長這樣 然後我們最後這個圖力可以拿掉 然後更寬一點 這個旁邊這個圖力 抵著掉 上面標題也許你可以再加一下 比如這個是 桃園歷年 住宅竊盜案件 統計分析圖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就會非常清楚 好那請各位 試試看 剛剛部分的話就是說 把那個爬蟲資料 把它錄製下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 剛剛主要改了幾個 就是 增加一行 然後刪除 第一個Active Book的 Wordbook的這個後面的程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繪製那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繪製那個樞紐分析表 所以我會不會忘記說 所以我會不會忘記說 很容易走 小禮物